Hello,大家好,我是谢宜轩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TOWAN MINI 这是一款重磅产品,是NDI领域的佼佼者 去年我们发布了2K版本的TOWAN MINI HN 它是一款支持HDMI、UVC 实现编码和解码一体的千兆以太网视频流编解码器 深受用户好评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不断完善和优化产品的UI和功能 今天我要向大家详细介绍4K版本的TOWAN MINI的核心性能 相信它的性能和功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较于2K产品TOWAN MINI HN 全新推出的4K版本更加令人惊喜 首先在输入输出分辨率上做了很大的提升 从原本支持2K60的输入输出 升级为支持4K60HDMI、UVC输入编码或解码输出 同时向下兼容、具备更高的画质、超低延时、无损传输和可交互控制 其次在NDI编码领域方面 TOWAN MINI有了极大的提升 它是市面上唯一支持NDI和4NDI全格式的4K NDI编解码器 支持编解码格式包括4NDI、NDI-HX3、NDI-HX2、NDI-HX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对高带宽和低带宽的格式是分开销售的 这会让客户需要购买两台不同的设备来实现不同的场景 因为NDI 4K60 UHD对整个系统的延迟要求非常高 大多数厂商会把NDI-HX与4NDI分开两款产品形态进行销售 就是受限于它们对延迟的要求不同 基于此 我们重点开发了NDI 4K60 UHD 4NDI、NDI-HX3、NDI-HX2、NDI-HX 功能集成到一款高性能ARM中 NDI-HX3提供了带宽和质量的完美平衡 适用于大多数现代IP网络 同时以最小的延迟提供卓越的视频质量 Towin Mini在此基础上创新4K60 UHD大数据量编解码流程 在底层只做数据采集和缓存多帧 在中间层开启多线程 对每帧缓存进行并行转换 转换完再进行多帧缓存 缓存后的数据依次读取 送入编码器中编码发送 针对多级缓存和读取控制的流程 保障流畅编解码和传输 通过网线或WiFi传输进行NDI编码 同时在局域网中被其他设备接收 对于广播、医疗等行业 不仅能够提升画质和延时性能 还能利用低成本解决方案 在原有已建成的方案上 省去了复杂的布线 轻松实现信号的互联互通 针对NDI功能上的突破 我们与NDI组织进行合作 完成了4NDI、NDI-HX3、NDI-HX2、NDI-HX认证 得到了NDI组织的认可 现有的大多数NDI设备 无法同时兼容RTSP、RTMP、RTMPS、SRT、WEB、RTC 多协议同时传输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使用NDI在局域网内进行视频共享 同时通过RTMP等协议 直播到广域网的需求非常多 基于此 TOWAN MINI除了支持NDI编解流 还兼容RTSP、RTMP、RTMPS、SRT、WEB、RTC等多协议 并打通局域网和广域网视频流分享 支持异地信号推拉流 实现异地画面互联互通功能 同时支持四个画面同时直播推流 方便客户快捷部署实时流媒体 并将直播信号推送到平台 让更多观众收看到精彩直播 我们将持续为TOWAN MINI赋能 在推流和NDI编解码方面 不断进行优化升级 期待在721秋季发布会上 一起开启全新的视频创作体验 探索崭新的世界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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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